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现在眼前见到的这些家品摆设 其实都是用废墓卡板做出来的呢 我们居住在这个都市丛林里面 环保概念听就听得多 但是真正落手落脚做的人就不多 而陈嘉维就是其中一个 原本做集字摄影师的嘉维 小小就已经对目工很有兴趣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 因为朋友开店用了红酒箱和意大利瓷砖 所以灵机一触 将它们循环再用变成创意家品 后来还转行开了一间长尾工作室 嘉维说 很多时候都会在工厂区 看到被人弃止的废墓卡板 觉得很可惜 而改造废墓令它们有新的价值 新的生命 为环保尽一分力 这个也是嘉维成立这间工作室的原因 其实木头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创作媒介 就算是废墓 只要加一些创意 循环再造 都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好像里面这些造型垂直的酒杯架 刀架 和木头车感 都是用废墓改造移成的 除了丰富的设计创意之外 在制作过程里面 无论是工具的运用 以至到绘图 锅木 瓣木 到最后入筍 嘉维都坚持做到每一个细节都一事不久 而每一块旧木材 除了本身独特的质感之外 往往也因为有各自的经历 形成不同的文理风格 在改造的时候 嘉维会尽量保留他们的特色 做到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 个性鲜明 或者在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 很多人会因为这件傢俩烂了一点就丢了它 宁愿买过一件新的 但其实在大家眼中的废物 嘉维就觉得他们依然有存在价值 只要运用创意去改造 都可以有新的生命 继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一个人 一对手 原来都可以化腹瘤为神奇 这一份对原材料 对工艺的坚持 绝对值得我们尊重 以及珍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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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评似了